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今天强烈大陆冷气团出海减弱 温度虽然不像昨天这么的低 但是都还是偏冷的 我们前几天不断的在强调 这个冷空气是一波接着一波来报道 好不容易第一波冷空气已经过去了 第二波的冷空气什么时候才会来呢 赶快带你从定面天气图上来看 从定面天气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下一波的冷高压系统 到了明天就会来到这里了 所以今天气温白天 虽然才短暂少幅的回升 但是在入夜之后 这个冷高压所越来越接近的影响 又会开始气温下滑 预估这一波的冷空气 它会影响我们的强度 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 在我们的北部跟宜兰 低温会下滩到只剩下11、2度 中南部跟华东 低温也只有15度左右 另外在高海拔的山区 像是我们泰雅族人居都的 梨山、拉拉山还有南投仁爱祥靠近 荷幻山区的立行翠华荣新部落 或是嘉义周族人居多的阿里山 地温都会降到5度以下 而这个强烈大陆冷气团 预估会持续影响我们到礼拜五 不过这不是说礼拜五之后 温度就会回升 因为从地面天气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后头还有一波的冷高压 而这个冷高压它的强度 会比现在更强 前面这两波的大陆冷气团 都强烈大陆冷气团 都只是长时间低温的前菜而已 礼拜五晚上又会有一波 更强的冷空气南下 而且这个强度会达到寒流的等级 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 会降到8度以下 在沿海空旷地区的气温 甚至都还会降得更低 这个天气冷嗖嗖 又加上不稳定雨 断断续续的在下 这个湿冷的感觉真的是既不方便又不舒服 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 再带你从卫星云土上来看 从卫星云土上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呢 持续在华南地区有云雨区在向东移入 所以在中部以北都还是有降雨的情况 其中呢 依然是以基隆北海岸 还有大台北山区跟宜兰的降雨 是最为的明显 不过呢 从明天开始 随着北方这块没有云的冷空气 开始逐渐的在南下 华南云雨区影响的范围也会减少 降雨区呢 会比今天再缩小一些 其比较集中在北部 还有东半部地区 而在我们的中南部地区呢 天气就会是多云道晴了 接着带你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 首先带你来到台东 蓝雨18到19度 降雨就率来到60% 太马里金风大武达人13到18度 延平台东碑南14到19度 来到海端池上观山路也12到17度 接着我们来到东海岸的长滨城 东河14到18度 沿海风势会比较强劲一些 花莲瑞穗玉里 浊西腹里 浊西山区4到6度 而平地地区11到16度 万荣凤林光复风冰11到15度 花莲吉安寿风13到16度 降雨就率来到20%到40% 太鲁阁足人居多的秀林跟星辰 11到16度 宜兰泰雅族人居多的大同跟南澳 7到11度 往南走 我们来到屏东的狮子 牡丹跟满洲15到19度 降雨就率率会高达50% 太武来义春日14到18度 护台三地门跟马甲14到19度 高雄桃园到马下跟茂林地温 会来到14度 而高温会来到19 加压里山只有10到13度 降雨几率20% 仁爱渔池水里 信义8到17度 台庄和平8到13度 降雨几率30% 云量偏多 宜兰丽南庄 诗坛跟太阳只有7到13度 是比较冷的天气哦 新竹关西尖十五峰 尖十温度比较低 只有4到8度 桃园复兴6到10度 新北市的污吶也只有8到10度 降雨几率都是非常的高 因为气温是持续的偏低 预估中末 等到下一波寒流影响的期间 如果水气配合得宜的话 不只是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会下雪 2000公尺 甚至是在1000公尺的高山 都有机会降雪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赏雪的话 可以提早规划行程 事先准备好保暖的衣物之外 如果你要开车 也可以把雪链给准备好 确保安全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